先講裁員之後的補償 其實公司講到是一個豐厚的補償 我們就不認為這個算是一個豐厚的補償 雖然會員最在意的都是到底強積金 就是會不會用強積金來對沖 其實在這一方面公司的確是有聽到員工 有聽到員會的最後都是 只要同時簽一個回調 就可以拿到他們的長期保護金和獻身費 就不會被對沖 但是其他方面的賠償 是少於我們本身提出的 所以我們不至於覺得是豐厚 只是優於法例和不對沖 那麼留下的人他們面對新的contract 其實這個位置都是大家很徬徨的時候 最簡單最明顯的就是 本身那個底薪和那個時薪 都是有大幅的削減 由14%到36%都有 即是你說的時薪和底薪都是這麼多 即是有一個減幅是這麼多 都是有這樣的減幅 轉變是很大的 所以同事是會很旁鑊 到底簽還是不簽好 14天內我們要做決定的 暫時我們 未看到說有多少同事會去簽 暫時沒有這樣的數據 我終於看你會不會有這些 你會不會有這些 然後那個詐欺 我會不會的 我們應該會的 在寫內 把人無達那個